兄弟们现在是在飞扬市场的门口 今天也是拿了这台机器 有15 Pro Max 还有15 Pro 还有一些苹果的12 还有13 这些都是有的 最近市场所有的机器 它都是有一个大跳水般的调价 很多中高端型号 都是几百几百的在下调 就比如我们今天帮老铁代彩的 这么一个13 Pro 256的 现在拿货的行情 是比之前要便宜的200块钱差不多 然后那些高端的型号 像14 Pro Max 14 Pro 还有15系列的这些机器 他们都是三百网上的 所以最近是当口老板 非常难受的一个过渡期间 那么是不是这些iPhone 它现在没有人用 是不是不值钱了呢 其实并不是这样 这是每年都必经的一个过程 因为苹果16在9月份发布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置换 各类的手机 还有旧手机 它流入到市场 就会让整个二手机市场的货源 趋于饱满 那么我们初中都学过了 供大于求 那肯定是要掉价了 顺便给你们看看滑翔北市场 看来最近行情是不咋地 人都是比较少了